上一个实验是同一直线的二粒合成 大家可能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 不就是小学里的加减法吗 但在生活中 两个粒往往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而是有一定的角度 比如这块牌子用两根绳子吊着 受到F1 F2两个粒 这个时候他们的合粒会是怎么样的呢 嘿嘿 光靠脑补想不出来了吧 还是得用实验来确认 实验的基本思路和之前一样 通过相同的作用效果来确定合粒 神套的异端摔在橡皮筋上 另一端勾出弹簧测力计 这样就能保证两个粒都作用在同一点上 两个弹簧测力计错开一个角度 把橡皮筋拉到O点 用铅笔描出O点的位置 以及两条细绳套的方向 并记录弹簧测力计的读数 分别为F1和F2 然后就要找合粒了 用一个弹簧测力计拉橡皮筋 拉到同样的位置 这样两次的作用效果是完全相同的 再用铅笔画出此时拉力的方向 以及弹簧测力计的读数为F 现在可以看到 分粒是F1和F2 合粒是F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以F1和F2为零边 画一个平行四边形 可以发现合粒F正好是对角线 多做几次实验 不管是锐角 直角 还是钝角 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F1和F2是两个分粒 合粒F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所以对于两个护程角度的粒 要求合粒只要画出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就可以了 这就是二粒合成中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总结一下 对于这一两个护程角度的粒 合粒可以用平行四边形法则得到 你学会了吗 呵呵 不停的粒 对于这一半词